3 2 1 開始 歡迎回到愛嬌不嬌 這週呢 我們來聊聊 無光雷射 其實呢 它不叫無光雷射 而是不可見光雷射 你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 對吧 就像愛情一樣 就像現在呢 我的左邊 有一條雷射光射到我的右邊 那你啥也看不見 哪裡 雷射 英文 laser 其實也是一串字的縮寫 是指呢 透過受機輻射的光擴大 原理呢 是在1916年 被愛因斯坦發現 白花一點的意思就是 以某些方式刺激原子 喔 不是這個原子 是原子 透過刺激原子呢 導致電子向上移動 至更高能量的軌道 釋放輻射的能量 而產生具有同調性的增強光指數 被稱為最快的刀 最準的尺跟最亮的光 像是我們一般常用的簡報筆 測距儀 更強一點的雷射 像是切割金屬 雕刻 或者手術 甚至是光劍 特點呢就是發散度極小 亮度高 單色性高 要產生雷射呢 我們需要三種東西 第一 就是激發來源 例如放電啦 強光 化學作用 第二 是增益介質 就是元素的本身 例如玻璃 氣體 晶體 液體 第三 共振結構 或叫共振槍 就是用來增強能量的裝置或是設備 拿小時候我們惡作劇的雷射筆來說 它的原理最簡單 激發的來源呢 是一顆鈕扣電池 加上一個波長為808奈米的發光二極體 也可以叫做邦布 它的任務呢 是把能量供給給低能級的電子 你才低能 我是說低能級 低能級 然後呢 激發 讓它成為高能級的電子 而生液介質呢 就是女凡酸以晶體 長這樣 就是要被激發的原子物質啦 不同的元素 它的特徵 會產生 不同的元素特徵呢 它會產生不同雷射波長 它的共振結構呢 就是兩個平行 而且面對面的鏡子 當然呢 這不是一般的鏡子 有一面是全反射 一面是半反射 作用呢 是讓光線在這個反射鏡內 來回的反射 這樣做的話呢 就可以使被激發的光 多次經過增益介質 以獲得足夠的放大 當能量大到足以 穿透半反射鏡的時候呢 它就會抓出去 兩個鏡子之間的距離 跟它的雷射波長有關 所以距離呢 要能夠產生共振的波長 才能夠產生雷射 最常見的波長呢 我們有四種 分別是 355奈米的紫外光雷射 跟532奈米的綠雷射 最常見的那種 跟1064奈米的 更長的是 10.6微米的CO2雷射 雷射的波長 它越短 能量就越強 對物質的吸收率也會上升 就像電影裡面那些雷射陷阱啊 把人切一半的那種有沒有 它不是綠色的就是藍色的 不只是看起來很強很危險 在邏輯上呢 它也是說得通的 因為綠光跟藍光它的波長比較短 有更強的能量可以把人切成肉塊 紅光的雷射呢 通常就是 觸發警報而已啦 雷射的發聲器呢 通常它會有安全等級的標示 從功率低到高 往上編號 分成 123AR 3BB 4 那一級呢 就是功率最低的 像我們常用的CD Player的讀寫頭啊 現在小朋友知道CD Player是什麼東西嗎 現在都把它串流音樂 四級呢 是可以直接灼燒皮膚 甚至有更嚴重的傷害 講到這邊呢 我都還沒有講到無光的部分 但前面呢 我講到了波長 可見光的波長範圍呢 是380奈米到780奈米 380到780以外 我們都看不到 你看不到那道光跟能量的強度 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呢 只要用對爭議戒指 就可以製造出波長範圍 在肉眼不可見的雷射 例如波長長度超過780奈米的 紅外光雷射 或是波長長度短於380奈米的 紫外光雷射 然後呢 我再去增強它的功率 用更強的幫補去推動它的話呢 就能夠製造出一種肉眼看不見 而且具有能量的能量光束 讓雷射照射到某個物件上面 讓它吸收能量 它就會轉成熱能 點燃物品 再補充一個點 雷射它是可以連續的 就像雷射筆這樣 咻一條 也可以加裝一些裝置 讓它變成脈衝 讓一條雷射光束呢 被切成一結一結的 啾一下啾一下 啾啾啾啾 就像醫美在說的 皮秒或是非秒雷射 皮秒或是非秒 它指的就是雷射的脈衝長度 精準的控制射出的時間 你就可以控制射出的量 才不會一次射太多 你臉就燒焦了 我講了這麼多呢 接下來才是重點 如果你看到這邊 你還沒有把影片關掉 算你賺到 厲害的神棍 它在展現神機的時候呢 會用到無光雷射 例如放在桌上的符紙 自己燒起來 如果呢 你有一台高功率的無光雷射 你會想要拿來幹嘛咧 有懂沒懂的幫我點個讚 然後呢 按下小鈴鐺訂閱黑手創意 許自己個充實的未來 愛交不交 我們下週見 掰掰